第五百一十三集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 一切才重新收拾好 这一次换上了真正的驴肉 同时特意为大黑狗烤了四只黄羊 总算将它安抚下来 笨黄为了给你打掩护 风里来雨里去 还些如骨我容易吗 你们对不起我 土匪听他这样说顿时撇嘴 四狗 你也好意思说 名义上是为叶凡打掩护 实际上是为自己棘略员 简直就是个抢劫犯 还四处叫嚣收人宠 每次都是我帮你擦屁股 一人一狗又差点掐起来 你到底说了几个人宠 叶凡问大黑狗 从几个生地抓了七八个 那些人太脆弱了 结果都崩溃了 心理素质真是太差了 大黑狗不屑地摇头 我 叶凡哭笑不得 这死狗太能搞了 再神经大条的人被一只大黑狗抓住 做人宠也要崩溃 这死狗办了一大堆糗事 图飞在旁补充语细说 最终 一叶凡掏出一块拳头大的神员 扔给了大黑狗 他眼睛顿时就直了口水 差点溜出来 封印金色小精灵的神员 剩下三块都有拳头那么大 一块给了小婷婷 第二块给了大黑狗 而后 一叶凡将最后一块给了图飞 神员是所罕见 有种种神妙用处 诸圣地都无比渴望 大黑狗非常贪婪 收起自己那块又开始抢图飞那块 死狗 你敢咬我 人狗大战再次爆发 差点没将火炕上的桌子 以及房盖给陷飞了 好不容易 才被叶凡劝开 不过他也挨了两口 我 说来一头零兽 叶凡 把江义晨的那头座器放了出来 笨黄要了 大黑狗又扑了上去直流口水 你骑得了吗 叶凡是想送给图飞的 结果他来了精神 寻宝针兽不是用来骑的 是用他来找宝贝的 这是江家重要弟子的座器 没有办法见光 那我先养着 没有人宠 先收个收宠 叶凡算是看出来了 好东西别在贪婪的大黑狗面前亮出来 不然的话他准会抢夺 随后 土飞说了一件事情 近来有一个神秘的年轻强者崛起 在追杀圣地门徒 引得诸圣子高度关注 大黑狗开口 本黄知道是谁 前两天我就见到了 你见到了 是谁啊 是跟你一样的混蛋 没露真柔 背后敲人门滚 还好本黄的鼻子好使 还记得他的气味 四狗 快说 再拿一块神圆来 本黄就告诉你 四狗你太贪婪了 叶凡出手向他抓去 道工五重天 土飞尽管有心理准备 但亲眼目睹还是很震惊 感觉像是一头蛮龙觉醒了 气血旺盛地让人心惊胆跳 好了 我告诉你 是那个人妖 彭博 什么 彭博 他出来了 叶凡惊喜交加 来到这个时期 两人相处不足一年就分开了 时至今日终于又将相聚 他在哪啊 此刻大黑狗正盯着他的金色大手流口水呢 身体一旦进入四季秘境 血液就算是灵药了 将来 啊 四狗 连我的主意你都敢打 叶凡给了他一巴掌 你快说 彭博在哪 我前天见到了他 正在追杀摇光的后补圣子呢 这样的猛人 那也好好结交一下呀 土飞赞叹 叶凡心持神动 彭博终于修行有成走了出来 相信很快就要相见了 他知道彭博是在为他出手 五爷 这次我七七十七救人 叶凡对张五爷说道 他希望 能够在原天师留下的神葬中有收获 他对老人很恭敬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老人家族的原天书 不然的话 修行难有寸进 他没有给张五爷神园 因为老人用不上 但却给了很多亿种园 足够实债 所有人生活富足很多代 这切吧 我也想看看到底有什么 还切 别有切出一个毒果来 大黑狗插嘴 你这死狗 还好意思提上次的事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你一口咬掉了十几万机元 那是人缘果 大黑狗顿时跳了起来 充满吃惊的神色张口结舌 你这败家子 土飞得席后直接熟络 大黑狗瞠目结舌 你是说 上次把我毒个半死口吐白沫 抽出半个月的果实 是可让圣主级人物都能增加寿命的人缘果 就是那种果实啊 大黑狗听到肯定的回答二话没说扭头就跑 像冰雪中的石鸟堆狂奔而去 卧槽 这只狗太极品了又想抢了 叶帆额头青筋直跳 快速追了出去 土飞等人随后跟了下来 做人要厚道 这么多神子 怎么也要分我一半 这对 都给你了 叶帆指着一座小山般的石堆 本皇只要这堆石器不要别的 大黑狗竖着头尾巴眼神火热 盯着那些石碾子与石墨 哪凉罐哪待着去 做人要厚道啊 你这只死狗向来不厚道 叶帆将它扒拉到一边 一堆石器 看起来普普通通 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原天师留下的东西 叶帆自语 希望能切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来 他并没有急于出手 不久前修成的原天神诀 他觉得现在应该能观察出什么了 他心中很期待 这可是原天师的神造 肯定比诸圣帝十方中的天下七十 都要珍贵很多 这是原天师留下的神造 土飞非常吃惊 万万没有想到 地上这一对普通的石碾子 与石堆会有这么大的来历 这不仅仅是宝藏 绝对可以用神造来形容 大黑狗近乎无赖趴在那里 大爪子按住一堆石器 死活不肯起来 你别在这碍事啊 我在神城可是遇到过石王 说不定此地也有 要是真切出什么古怪东西来 你趴在这里最先倒霉 石头中的王算什么 我连太古种族中的王都见到过 大黑狗满不在乎 你吹什么牛啊 土飞不相信 叶凡确实心中一动 大黑狗绝对也是紫山中出来的 关于他的来历 已经猜测出了一二 他想到 东荒各大圣地与中州的诸子百教 即将开始发动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 持即到圣兵攻打紫山 黑黄 你确信紫山无恙 放心 没有人可以得到什么 即便他们能够进去 但我敢说 必会损兵折将 狼狈而退 神光江泰虚身在紫山中 你认为能够救出来 他继续问 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进过紫山 赶紧切身子 大黑狗 顾左右而言 他不肯再多说什么了 最终 叶凡将几十件石器都搬到了屋子里 在火炉前观石 张五爷很不平静 在旁边看 王叔与二愣子更是激动 不断的搓手跃跃欲语试 叶凡运起 原天神诀 双眼中射出两道紫芒逐一的检查 这些石器平淡无奇 但是 以原天神诀观看后 却各个与众不同起来 太初进去的石料 叶凡吃惊 平日间这些石头看不出什么 一旦以原天神诀细查 便会感应到太初的浓烈气息 他接连看了两块石头觉得都是空的 但搬起第三个石堆时 他双目闪光 这里面有神缘 大黑狗坐不住了 给我看看 给你看 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小子 你说话也忒难听了 难道不是吗 给你也行 但不要打下面石器的主意了 好 没问题 大黑狗痛快的答应下来 扒拉旁边的二愣子 徒弟 帮我切开 他曾指点过王叔与二愣子怎样修行 如今大言不惭指使人家 咔嚓一声 二愣子比较直接 一巴掌就给拍开了 根本没有耐心的切实料 parents 还有 我们可以 globe 这是 Ao